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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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很难说如果全国平均下来 我刚像李克强说的6亿人 6亿人不到1000块人民币 9亿2000 你怎么可能说是发达国家 所以中国一定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一定有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转型的问题 这个转型的问题可能是指的是转化 政府控制中央控制 集权计划经济的模式 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转型中的问题 另一个转型中的问题 它是不是要从升级换代 从中低端的科技或者产业 发展到高端的先进技术的产业 这个不光是中国所希望的 所有的国家都希望的 如果纵观过去二战以来 在半个多世纪全世界各国的发展 亚洲小韩国台湾成功实现了升级换代 成为高技术的国家 高技术的国家 从低伏价值转到高伏价值 但是其他各国都没有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 中国也不重视科研研发 也找总是鼓励 国家的鼓励从事这种偷窃 仿冒抄袭 它也不可能就进入高技术的国家 所以这种转型的话 现在看来也是没什么希望的 习近平还说这些问题 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您怎么看 如果说这个经济是遇到了发展 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难题 可以克服的话 那这个三中全会就可以拿出 这个克服的方案了 我们现在看到 它没有拿出任何真正的方案 这是三中全会 从去年一直推出到现在 今天已经八七八月份了 还在推迟这么久才召开 就是因为它拿不出 改变经济困执现状的 任何积极的办法 所以这困难现在看来是不可以 克服不了的 中共现在实际上 在这个政治体制下 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我们知道它现在 所谓的推出来一些东西 如非就是加税 让地方政府去加税 然后呢 就是说继续走 它的新制生产力 那这个新制生产力 我们以前做经文也提到 我早已经遇到了这些障碍 现在没办法往前推进 另外BBC发文 总结了一讲 就是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 就是从宏观上 他说什么刺激经济可能加厉 或者是安抚民企企业 或者是提防什么内卷 是恶性竞争 还有就是拉动这个消费 您怎么看上它这几方面 对 BBC这几个宏观政治方面 这个问题在他都提出来 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可能就是说已经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实时 受到一个成效 就是说这个刺激可能加厉 给经济支持 继续增加那个刺激 增加刺激有一个呢 就是降低利率 降低利液利率 让这个鼓励贷款 鼓励中小企业贷款 但是呢 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说是病悟高荒 在病悟高荒的时候呢 你这个的加厉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人得了癌症 打开肚子一看 全是癌细胞 你知道你再去给他怎么 吃什么食权大补丸 人参汤 什么之类给他加厉自己的话呢 不但不可能把他让他复活 加速到他的死亡 所以这种刺激呢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可是这个利率呢 虽然一直在降低 企业呢它不会去借钱 需要投资 因为呢它没有市场 民间呢也不会去借钱买房子 因为他们看了房价就下跌 快速下跌 即使这个利息是零 现在也没有人去买一个快速下跌的房子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刺激加厉呢 可能是没法走效 安抚民营企业 中共意思是这样说的 它是安抚民营企业 开始发展民营企业 但是我们看到的呢 它是在处处在集中力量的打击民营企业 不管是像那个孙大午那样的民营企业家 还是像马云这样的高科技的民营企业家 都受到中共各种各样方式的打压 而那个你比方教培展业 从一会儿不需要的时候把你打压下去 现在要拉动经济率 现在在想试图恢复 所以中共呢 所有的这个政策呢 出发点都是保护它的政权 它没有真正想去安抚和发展民营企业 所以是现在的民营企业 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内卷的恶性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那些很多那些民间的 小型的这种个人消费者那些 小吃他们这些的恶性竞争 加个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那种人在 中国民间企业增利 抢力抢钱的一个过程 抢钱的人他怎么可能 把钱退给你家里去消费 他希望他们消费 希望这些中国人 把这个自己的储蓄拿出来 他中国老百姓呢就是不干的 他应该把钱存起来 因为他害怕 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担心是没有这个信息的话呢 他也不会消费 所以这几个政策方面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我看有大陆的媒体报道 中共的这个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科技部部长 反而说有三个方面入手 什么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布局 什么刺激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完善责任体制 您怎么看 对 这个科技资源 那就中共实际上还是想用这种 激化经济的模式 科技资源的统筹布局 统筹布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政府 来决定科技资源的 结果用在哪里 习近平一拍脑袋说 我们用在芯片 不然所有的钱都打到芯片上了 全都浪费了 现在习近平说 比如说我们来投在这个新的汽车展业 电动汽车 直驾汽车展业 每一次习近平投资新的方面 都是失败 都是烂免工程 所以中共还得有这个 化经济管理的那种方式去统筹科技 它发展科技 这根本就是这个 就是说南源北折 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 科技的研发呢 恰恰是不能靠这个政府来统筹的 需要这个科技人员自己的 创造力和激发力 需要市场的这个调节 至于说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这个可不是这个光用钱就行的 你需要有一个 我们知道中国人并不笨 中国科技人员导致很聪明 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 接触外国最新科技的资料上网 都不能够很仓通仓的进行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世界 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他观念他没有一个自由的 宽松的一个环境 让这些科技人可以 随心所欲的去研发 这个是中国在这种中共这种 党的领导的严格的前置之下 中国科技人员的创新 创造的活力是不可能发扬出来的 另外还有纽约188 中国的这个太阳能产业 现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 价格大跌 是陷入动荡 所以你怎么看他这种分析 对 这个他是指出来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 新制生产力的三架 新三架马车中的一个 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太阳产业 就是因为它这个盲目的冒进 互相竞争和内卷 导致产能过剩下价格大跌 中国人也赚了整个世界这个太阳产业 也被中共这个价格战给搅乱了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共这种 新制生产力的破灭 新制生产力另外两个 还有一个是电产业 我们只要看看中国这么200家 近200家新能源电动汽车 你看出现的安全问题 每个月大概就说有700到1000个自然现象的发生 700辆汽车自己突然爆炸 燃烧 把这个里边的人都烧死了 因为这个一旦开始爆炸的时候 电动车的那个锁 车门都锁死 人跑都跑不出来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还要继续上 所以这个重电车 中共注定会要走向事态 电池产业 电动汽车也是一样 电动汽车电池实际上几年连得起 中国在电池的寿命 电池的安全 还有整个汽车的碰撞安全上 都没有过关 就试图把这种劣质的汽车 推向全世界 结果造成你最大的浪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的三样生产 新三项的话 也不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